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波兰 斯洛文尼亚和捷克共和国的三位总理 今天抵达基辅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和乌克兰总理史米哈尔 史米哈尔在推特上对三位总理的到来表达了欢迎 并赞扬了真正朋友的勇气 各国领导人讨论支持乌克兰和加强对俄罗斯侵略的制裁 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也在随后的推特上发布了 他与其他两位总理交谈的照片 并写道正是在这里饱受战争蹂躏的基辅在创造历史 自由与暴政的世界做斗争 正是在这里我们所有人的未来都悬而未决 欧盟支持乌克兰 他可以依靠其朋友的帮助 我们今天将这一信息带到了基辅 拜登总统今天在签署纵合资金法案之前发表讲话 他表示有了这一笔新的安全资金和该法案的拨款 正在紧急采取行动 进一步支持勇敢的乌克兰人民保卫自己的国家 参议院上周通过了这一份支出法案 其中包括对乌克兰的136亿美元援助 这笔资金将用于人道主义国防和经济援助 拜登还夸耀了在过去一年中向乌克兰提供了创纪录的12亿美元援助资金 并承认说在俄罗斯的猛烈攻击下 乌克兰获得补给非常困难 我们正设法能够定期的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感谢这么多人在岗位上的勇敢的一线工人 福斯新闻资深摄影师扎克勒夫斯基 昨天在乌克兰郊外的袭击中身亡 与他一同遭到袭击的还有一位名叫霍尔的记者受了伤 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扎克勒夫斯基是一名战区摄影师 长期在福斯任职 从伊拉克到阿富汗再到叙利亚的所有国际报道都由他身影 扎克勒夫斯基定居于伦敦 自2月俄罗斯入侵行动以来一直在乌克兰工作 白宫新闻秘书沙奇也在今天谈到了这个消息 并强调我们的思念和祈祷与他的家人同在 也与整个社区同在 华府警方今天宣布在纽约市和华府连环枪杀 游民的凶贤落网 该30岁男子布莱夫德在9天内连续作案 导致两人死亡三人受伤 专门跟踪并攻击睡在街头的游民 布莱夫德有犯罪历史和被捕的记录 得益于社区和民众的协助 该凶贤今天清晨在华府市中心的 宾夕法尼亚大道附近被捕 华府市长包瑟和纽约市长亚当斯 今天联合声明称 这一系列案件引起市民极度恐慌 两市也会继续加强解决游民问题 扩增可负担住房资源 确保民众都有安全的住所 范迪刚天天宣布 教宗方吉克将于下周为俄罗斯和乌克兰 举行一场名为奉献的特别祈祷 据称此次的祈祷 与1917年法蒂玛圣母的预言有关 据他所说俄罗斯的奉献 将为世界带来一段和平时期 到目前为止 方吉克还没有要求俄罗斯 东正教宗基里尔谴责这一场战争 也没有公开谴责普亭或俄罗斯的入侵行为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找我新闻的最新动态